我们一起分析一下这个立体 当我们知道这个面出现了多少次 整件事与乘数是一样的 就是说小朋友处理到面积的时候 就能够推上到体积的关系 一个方形的盒究竟有多少粒积木? 逐粒数?还是有其他方法? 用乘数可以很快计到一个方形的面有多少粒? 好像3出现两次 这个方形面总共有6粒积木 第二层其实与第一层是一样数目 所以当我将它双加 我很快就找到这里总共有12粒积木 第二层与第一层是一样的 我可不可以用乘数计算呢? 即是说第一层出现